米勒,现在的关键是,火箭回家后不能放松,警惕虎扑5月23日训,在勇士和火箭的第四场比赛结束之后,TNT现场解说员雷吉米勒和克里斯维博连线了TNT解说片团,谈到了接下来的西部决赛第五场比赛,维博,我看到了火箭的强硬, 我理解了他们为何要引进克里斯保罗,他们抵抗住了勇士12比0的开局一波流,局势本可能会变得十分丑陋,塔克今晚抢到了16个篮板,虽然他没有得很多分,火箭的冷静让我印象深刻,在艰难的情况下逆转局势,我事先并不知道他们可以这样做到,米勒,第三场比赛,我批评了詹姆斯哈登,尤其是他的防守, 但他是今晚他们能够重新回到比赛中的重要原因,防守端打出了强硬,那两个强段,还有他的投篮,我知道他下半场只得到了6分,但他对其他队员的防守端奠定的基调,现在的关键是,当他们回家后,他们不能放松警惕,当被问及勇士在关键时刻犯了什么错时,米勒说道,单打啊,他们在做火箭做的事情,那是火箭的风格, 勇士的风格是球转移,人移动,多传球,但他们成为了一支单打球队,尤其是凯文杜兰特,当被问及安德烈·伊格达拉缺阵所带来的影响时, 微博说道,他的存在对他们意义重大,当他缺阵的时候,他们比赛末期的,轮换阵容也都乱掉了, 德雷蒙·德格林,在唱的时间要更长一些,他是他们防守端的核心人物,想一想吧,当勇士打快攻的时候,谁快攻得分多,谁赢下比赛,他们需要伊格达拉来抢篮板,推进球, 当他在场时,勇士的传球更多,克莱汤·普森,他今晚受了一点伤,他肯定非常想念伊格达拉的,双方的第五场比赛将在5月25日9点开打,编辑,银之陶 银之陀